各位666宿会的家人 大家现在好 我是周文强老师 欢迎来到今天的解惑篇 有任何问题可以打在评论区 周老师非常感谢你 我刚大学毕业 可以去你公司做销售吗 可以啊 没问题啊 你可以来上周老师的课 然后来周老师公司面试 成功以后就可以来公司上班了 周老师 我有时候突然会对很多人起负面情绪 包括我会对您也有时候会起情绪 怎么办 还是那句话 很正常 我们会对我们的父母 会对我们的孩子 会对我们的伴侣 都有可能会起情绪 正常 那起情绪的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应该做三个深呼吸 我们应该离开那个场 我们应该想一些好的事情 或者看一本书 或者出去转转 这个情绪可能就消失了 记住 当你被负面情绪所掌控的时候 你就是个魔 你就是个兽 对不对 你会想很多很不好的事情 打孩子 打老婆 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要让情绪从你身边划走 不要变成情绪的奴隶 周老师 听完你的课以后 我发现头脑限制了我们 但是道理都懂 我就是一直突破不了 我怎么样才能把头脑的限制拿开 像您一样增加行动力呢 我建议你来上我的课 你光听已经解决不了你问题了 你必须加入一个环境 加入一个场 对不对 就像一个再懒的人 他进入了部队 他就不懒了 为什么 因为那个场能 让他改变了 周老师 真的非常非常感谢你 然后呢 我希望问您一个问题 那就是 我如何能够变成像您一样的 一 找一个偶像 去崇拜 去追随 去相信 去学习 把他所有的书 全部买回家看 把他所有的课 全部听一遍 通过跟他学习 让你自己升级梦想 把他变成你的偶像 爱老师的表现 就是超越老师 设计什么 都不如设计自己的人生 这叫偶像的力量 对不对 如果说周星驰 没有遇到李小龙 对吧 如果朗朗 没有去听那场演奏会 对吧 如果王宝强 小时候没有看 少林寺那个电影 他们的人生 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你需要 找到一个偶像 如果说 你非常热爱周老师 你认为 你想活成周老师这样 你就可以把周老师 变成你的偶像 对不对 去学习 去崇拜 去相信 周老师 我遇到一个问题 我在台湾 经营一个直销产品 我特别渴望 能够把这个产品做好 但是我的合伙人 才加入不到一年 他的能力非常差 但是他就要开店 每个人要负担 50多万到70多万的费用 可能还要更高 我现在没有这笔资金 要去借贷 我也问过 这个算命师 他说我这些年 其实并不适合投资 那我应该怎么办呢 那我就建议你不要做 定输家战略 对不对 如果说 今天我投资一笔钱 我本身都没有钱 我还要去贷款投 如果我亏了呢 我可能就一夜 回到解放钱了 那肯定不行了 而且据我所知 你做很多直销 是不需要开店的 对不对 赚到钱以后再开店嘛 周老师 我想问的是 在当下 这个四线的城市 买房子还有必要吗 如果说你是为了自住 对吧 结婚用的婚房 是必须买的 什么时候都可以买 但是如果只是为了投资 那千万不要买 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房地产市场 周老师从2019年做的预言 对吧 2020年直播一直在讲 你看你们现在看一看 多少房地产商都倒闭了 办不出房地产证了 对不对 当时相信周老师 能够把房子卖的多好 好吧 如果是投资用的就不要买 周老师什么时候开课 我们已经在开课了 找你的服务老师报名吧 加油 周老师非常非常感谢你 希望能收到你的回信 我呢干工程已经二十多年了 兢兢业业 可是就是钱不好要 尽管是包工 但是呢就是钱要不到 缺钱的状态 特别特别痛苦 怎么办 然后呢我这个媳妇还要上班 我十岁的孩子也管不上 经常因为教育孩子 吵在家里面鸡飞狗跳 家不像家 特痛苦 你一定要来上一次我的课程 你不上课 你没有学过家庭教育 你怎么教育孩子 你没有学过两性经营 你怎么经营好两性关系 你没有学过创业 你就只能干一个行业 干一辈子 如果我干你的行业 我也会签账 如果马云这辈子 干了二十年 你那个行业 他也干不成个啥样 不是每一个行业 赚的钱都一样多的 你知道吗 我发现很多人之所以普通 就是因为明明自己赚不到钱 干了一个行业 还干了一辈子 如果你像周老师一样 换了二十六份工作 横跨十二个行业 你总能找到属于你的轨道 有可能你早都已经成功了 所以有时候叫换 树挪死 人挪活 真心的希望你来到周老师 可能现场 好吧 一定要来 加油 努力 周老师 练阅你很久了 非常喜欢 以前我是听曾世强教授 然后现在特别喜欢听你的 我想问问题就是 这个灵和心有什么区别吗 其实这个没有什么区别 只是教法不一样 我们王阳明先生讲的心学 其实指的就是自己的灵魂 不要去纠结这个词与字 不要去纠结 加油 努力 多问一些 跟你现实生活当中有关的问题 对吧 好不容易能够有机会跟周老师留言 周老师能够回复你问题 问一点当下对你最有用的 好吧 周老师 能不能给我们录一个姐弟恋片 哎呀 你想恋就恋 还非要让周老师给你录一个姐弟恋片吗 对不对 周老师 这个我想问一下 如果说我现在特别认可你的财商 我以后找女朋友是不是也可以像你一样 先让他看穷罢富爸爸 如果他认可了 我们再在一起 是啊 非常好啊 对不对 我们选择伴侣 最重要的就是选择价值观一致的呀 对不对 这个很好啊 非常好 可以用周老师这个方法 没问题的 周老师啊 我前几天呢 家里办喜事 我老爸喝酒以后呢 发酒分 把锅碗瓢瓶摔了一地 肉菜全倒了一地 我情绪上来 打了他好几巴掌 时候我特别内疚 当时怎么办呀 周老师 你看到没有 你这个人啊 你连自己的父亲都打 你就废了 真的 天下无不适之父母 你要打你父亲 我这个商店 这属于什么呀 这你的财运肯定不会好的 这属于欺世灭主啊 这太严重了 你父亲起情运 你就让别人拉他就行了 你不能打 你作为一个孩子 怎么能打你父亲呢 非常影响你的福报 这是会扣分的 那不是开玩笑 这福报给你扣没了都快 千万不能这么干 好吧 可以让自己的叔叔家人去劝 但是你不能动手打自己的父亲 这个太严重了 听您的音频收获特别大 也听了好几个月了 但是您能不能不要用周老师这个词 哎呀妈呀 一周老师是正的八经 有讲师资格正的 你知道吧 第二 你要不你就别听了 别为难自己 好不好 那我在做的事就是在当老师啊 这是我的职业啊 所以有时候发现 为什么很多人普通 你知道吗 你想跟我学习 你还看不上我 那你这学能拿到我的力量吗 对不对 你说我跟罗伯特亲戚学习 我还天天挑 罗伯特亲戚这里有问题 这里有问题 能不能不要这样讲 我能学到东西吗 我能成功吗 你要百分之百认可老师 信仰老师 相信老师才能拿到这个老师的力量 要不然你就不要听 你听了也没用 浪费你的时间啊 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发现啊 哎呀 真的想度你们啊 太难了 真的想度你们太难了 真心的是希望大家好好 跟周老师学一学 对吧 听众有三大境界 第一个 用老师的话 天天讲老师 哎这里说错了 这里说对了 啊这里说不好 第二 用老师的话量别人 哎呀 老师你说的太对了 我老婆就是这样 老师你说的太对了 我的孩子就是这样 第三把尺子是量自己 只有量自己 你学习才能有所收获 啊 所以希望大家呀 不要总是量老师 你说我当年我吃穷光带的时候 对吧 我跟一个老师学习 我天天挑他毛病 他还用心教我吗 对不对 所以说 哎呀 很多人真的是拿不到结果呀 他是有原因的 真的 你信 我能 你不信 神也帮不了你 对不对 就像这个 佛一样 对吧 那个周星驰演了一个西游祥魔 孙悟空被这个佛祖镇压了五百年 后来孙悟空想跑 佛祖就开始拿鞭抽他 他就说了 佛祖啊 我已经没有魔性了 你为什么不能相信我呢 然后唐生就说了一句话 你让佛祖相信你 你相信佛祖吗 你都不相信佛祖 佛祖为啥相信你 所以有时候 这个真的很多人 很多人 他不成功是有原因的 包括周老师 录了一个 对吧 我去某某某公司参观学习 还有人说 老师他公司都有负面了 你还要跟他学习 就在你们眼里面 这个人坏就是坏 但是在周老师眼里面 三人行必有我师 人家做成功 人家一年做几百个亿 凭啥不知道我学习 就算犯错误了 罚款了 那照样也是大公司 照样也值得我学习 对不对 什么是学习 取其精华 取其糟粕嘛 对不对 他好的地方我跟他学 我如何让我自己更好 他不好的地方我跟他学 我如何避免掉 对不对 怎么就不能学习了 所以很多人思维才狭隘 希望周老师的分享 能够唤醒你 想让周老师回答你问题 都打在我们的这个解惑区 在其他音频的评论 周老师可能不能一一看 希望大家理解 我是周文强老师 希望周老师这些话 能够唤醒你 我爱你 如同爱自己 我爱你如同爱自己 您认识你